彰化富貴民門大樓 在921地震斷裂倒塌 造成20多人罹難 其中廖女士受控瓦力堆 長達52個小時 驚險死裡逃生 我就一直摸環境 最主要我摸 我有多少空間 然後我有多少空氣 她被侵犯了 我是醫療醫師 我知道避免前的避免 我們需要給予體溶液 保持平衡 我把她的手拿出來 我可以看到任何東西 非常有趣 然後我頭燈 幾個小時 這樣 我把鍋子放進去 然後我們開始給予體溶液 當年台灣就算經驗不夠 也缺乏先進設備 只能夠土法煉鋼 發覺無助時刻 是土耳其民間救援組織 阿葷 及時伸出援手 滿感動也滿安慰的 在這麼遠的地方 他們竟然願意來協助我們 而且帶來他們的先進器材 患難見真情 台灣有難 土耳其挺身而出 這份恩情 許多人到現在都還記得 如今土耳其遭逢災變 台灣搜救隊陸續出發 只要有一絲機會 絕不會放棄 大海熊莊部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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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complaint喔 大海熊莊部綜合 大海熊莊部綜合